出去也是就刷他的副卡 我觉得我也没在客气 那我就听到就很开心啦 就马上直接在机场买一个爱马斯宝宝 一直都很好 就只有那天不太好而已 OK 那个晚上Let it go 就是一个 没有 因为我心情也不知道怎样就不太好 对啊 我觉得可能有点 其他事情也累积了啦 对 但都 哎呀 老夫老妻 应该是说夫妻之间 婚姻之间不是这样吗 就是一下下讲完就结束啦 也不可能再持续有什么 一些生活就是这样 有要加点料嘛 要不然一直都好好的 有时候太无聊了 其实机票 应该是说我要去之前 我一定要经过他的同意 要跟他讨论 然后是他说 你太辛苦了 这两个月都不在 那你自己想要出去玩就好好放松 所有的费用他会处理这样子 那我就听到就很开心啦 就马上直接在机场买一个爱马斯宝宝 哇 多少钱 没有啊 钱不重要 但我只是觉得说说 他的那个想要让我 没有啦 他的想让我开心的心意 我完全可以感受得到 对 所以出去也是就刷他的副卡 我觉得我也没在客气的 飞 从松山飞也只不过一个多小时 就都坐经济厂 我们就 对 就是 他本来就对我很好 所以我自己的情绪就是当然有一点起伏 那你要女生荷尔蒙只是有一点在变化嘛 所以我刚好大家说就是荷尔蒙在变化 起伏比较大 应该是说这件事情 让我知道有任何的不开心 应该找朋友聊 不是对直播聊 然后因为有新闻一些放大的感觉 会好像让大家真的担心了 因为说你们会怎么讲我们感情生变啊那些 因为是没有的事 那是我们只是我自己在那边想要闹脾气 所以我儿子那天回来 可能连老师都有发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儿子回来说 妈咪你明明跟爸爸那么好 为什么大家说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我就说 对啊 妈妈就是一时这个太想爸爸了 所以就是很想要爸爸多安慰我 那下次我用别的方法 然后我儿子说 嗯 妈咪你真的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哦 马上还给我讲成语 我就想说 好啦 就是让大家担心了 对 但事实上我们真的是好好的 所以也没什么好担心 诶 不对啊 我是去五天不 诶 我去几天啊 我们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你讲 诶 对啊 为什么我是去五天对不对 我去五天啦 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很多地方 有四天的 哦 接下来还要去哪里 嗯 我们过年要带我公婆去 我公公说他没有去过广岛 对 那我就跟我老公说 好啊 不然我们去广岛唱一下广岛之恋 你早就该拒绝我 哦 真好笑 反正就我们会带公婆 然后跟小孩全家人去日本玩五天这样 现在已经排到 我已经排到 我已经排到 然后228也要出去带小朋友 我已经排到劳工节了 劳工节要打球 要去琉球打球 对 就太开心了 一直要出去玩 要去啊 吃不吃